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高见乌云皆空 独一切苦 沙粒子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手相信是一副事 沙粒子是煮发空香 不生不灭不高 不尽不增不见 世故空中无色 无少相信时 无言而闭上生命 无色生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名亦无无一情 乃至无老四亦无老四情 无枯击灭道 不知无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谓悲下心就是觉得自己错 觉得我对不起众生 所以什么叫菩萨 念一下 欠众生在者 这个叫菩萨 所有众生的苦都是我的责任 我没有好好照顾对方 我没有好好给对方快乐 你不要骄傲 不要说我得到什么 我有点骄傲 因为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你就不能骄傲 只要有一个胎儿在被堕胎 只要有一只动物在被杀 都是我们没有好好做 所以要这样去对待 再来 是无杂乱心 专心的意思了 那么 你要很专心 专心有很多种观想牵手 观想前面四十只手 各种的手印 表法 咒语 颜色 这个叫升起次第 各位这一尊 你最好请一张观音菩萨的相片 一直念习 然后观到很清楚 然后每一个手印 代表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都要很清楚 如果你有杂乱心 没办法 你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做 最简单的 观世音菩萨 这五个字开始观 或是观音菩萨 你就要给自己念习 专心 所谓无杂乱就是 内心里面 不会被外境 也不会被你内心 起心动念影响 无杂乱 你要开始念习 第四 无贱取心 贱就是一种自己的看法 邪贱 你认为这样 你不接受别人的讲法 你认为对 很多人有无贱取心 干嘛吃素 行不光好就好 动物是给人吃的 他不是知识分子 他认为他所得到的教育 就是这样 对不对 他认为这就是对啊 这个叫见取心 我们要用 佛的知见 不能用你的想法 那你已经错了 你还要跟对方辩 那个叫见取心 很多人是如此 特别是女生还比较好 女性她比较柔软 她就什么都对 你讲错她也说对 只要她喜欢 那男性就不一定了 还有意见 所以有一位菩萨 经常找我去 海涛法师 我觉得你什么都好 我经常看你电视 但是你为什么要放声呢 然后就跟我变老半天 后来他开刀了 我说你就是缺放声 所以你被开刀 但是你不要发表 我说你不喜欢放声 但是你不要 你有你朋友那么多 你每次都跟他们讲这个问题 对你没什么好处 不需要 因为你还不到最高的阶段 现在可虔诚了 每天放声 因为他就问神 原来是这样 我快点快来绑 我会细 但是当他健康的时候 他会有这种想法 再来最后一个 是无上菩提心 没有再比这个心更圆满 更高的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这个无上的心是什么 愿成佛 愿让所有众生成佛的心态 无上菩提心 是当之如是等心 即是陀罗尼相貌 那意思是说 你在念这个咒 你要保持这十种心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因为我看很多人都会念大悲咒 也会跟着念大悲咒 但是可能各位要 慢慢把这十种心 成为你的戒律心态 去念佛 去诵经是持咒 只要你想要修慈悲心 那你要显现这个相貌 这个相就像你持戒一样 戒相 菩萨生 八观在戒 过五不时 你要表现出来 所以你要把这十种心 成为你的心相 一起也不能说少一个 那这样对我们 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心就是观音菩萨的心 所以我们叫观音死心 那你用观音菩萨的心 来念大悲咒 做观音菩萨的事 是最圆满的修持的方法 身口意 跟观音菩萨合为一体 那你就会产生了 当下即佛 你就是观音菩萨的力量 去帮助众生 当然我们学佛 我们喜欢达到 无上圆满的状态 那如果各位可以 当然我们可能从十分二十分 慢慢一直练习 练习到 你这个人会被大悲咒 你就是具足这十种 心跟相跟行的人 那个时候 谁都会跟你学大悲咒 不是大悲咒错 对方觉得大悲咒 他不喜欢你念 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心态 所以他觉得你念大悲咒 没好啊 因为表现不出一个人格 那如果我们愿意老实修行 要经常去思维 再来观音菩萨说 大悲咒的因缘 大悲咒为什么要说呢 第一个 为诸众生得安乐固 所以你念大悲咒 能够存着十种心念大悲咒 你可以帮助所有众生 得到安乐 所以也就是说 当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 你就是观音菩萨 你可以让所有众生安乐 所以我们要念大悲咒 所以观音菩萨 也要讲大悲咒给我们念 当然我们还达不到 观音菩萨的心态 那至少我们念大悲咒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愿 因为我们知道 观音菩萨解说大悲咒 可以让众生安乐 所以我要念大悲咒 希望众生得安乐 那就对了 慢慢慢慢 你的内心层次 也会到这个阶段 第二 除一切病故 所以大悲咒有84句 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病 八万四千种烦恼 但是大悲咒可以除一切病 所以在医院 大家很喜欢念大悲咒 去帮助别人 各位最好去医院 之前或是要看病人 或想到病人 为他念一遍大悲咒 然后放一瓶水 为他念三遍五遍七遍 再把这个大悲咒水供养它 要关心菩萨的价值 第三 得寿命故 你要长寿 当愿众生长寿 念大悲咒 所以我们放生 一定会念大悲咒 除了撒净 也希望这些得救的悟命 活得快乐之在 得寿命故 第四 得富饶故 各位念一下 有钱真好 也就有道理 念大悲咒会发财 可以享受一切福报 你没有福报 怎么利益众生 富饶故 第五 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 过去我们杀过人 夺过胎 你只要念大悲咒 破过重界 你有惭愧心 当然这个有条件 念大悲咒可以灭重罪 但是你有信心跟惭愧心 你就不用担心 所以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 第六 离障难故 就像观音菩萨普门品 念观音菩萨所有的障碍 灾难 当然这个障碍有贪嗔痴 三种障 也有烦恼障 业障 果报的障碍 世间各种障碍 跟痛苦 就可以离开 第七 增长一切百法诸功德故 以大悲心念大悲咒 你所做的善业 念佛诵经 持咒 做好事 都能够增长 他的功德 就像本来一分变一百分 本来一百分变一万分 因为你念大悲咒 第九 成就一切诸善根故 什么叫善根 就是不是贪嗔痴的 是无贪 无嗔 无痴的 去做的一些善行 都叫善根 所以各位叫 我们都叫善男子 善女人 我们有善根 我们才愿意来学佛 所以你念大悲咒 所有的善根都可以成就 所以各位最好把大悲咒 悲咒很熟很熟 一两分钟就可以念 善根 病成已经变成你的心态了 只是说 平常有时间就很认真的 先修前行 观音十心 观音十二大愿 更祈求阿弥陀佛的加持 后面的遗鬼这样 然后呢 再来念大悲咒 第九 远离一切诸不为故 让所有众生 离开恐怖 畏惧 地狱阿 饿鬼阿 被老虎咬阿 被伤害阿 盗贼阿 火灾阿 这些都可以离开 第十 树能满足一切诸 悉求故 就像要诗经说 求长寿 求男女 求富贵 求官位 都能够满怨 只要是利益众生了 那观音菩萨念 讲说这个大悲咒 是为了 能够让众生 满着十种 第二 诵持大悲咒的功德利益 这个诵 代表 平常你在背 在佛教里面 诵 是一种背诵 词 你把大悲咒 当作你的修行 所以我认为 我们发觉在台湾 很多人会念大悲咒 会背大悲咒 老菩萨都会 心经大悲咒 所以平常都念大悲咒 得到什么功德 第一 临命忠实 十方诸佛 接来授手 不是一尊佛 十方诸佛 就像 这边有几根线 每一个佛 都伸出他的手 要接引你去他的净土 为什么 因为十方诸佛 都是大悲为本体 所以你念大悲咒 跟十方诸佛的心连在一起 不是灵命忠 各位要记住 当你在念大悲咒 十方诸佛就共同在加持 只是在灵命忠实 只是在灵命忠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见 第二 欲生何等佛土 谁愿皆得往生 所以你要往生哪一个净土 我要到妙洗净土看看 然后再到极乐世界 OK 我先到极乐世界看看 然后我再去 钥匙佛净土看看 也可以 随愿皆得往生 第三 不堕三恶道 地狱鬼道 出身道 念大悲咒 不会堕落三恶道 第四 能生诸佛国 跟前面差不多 任何佛国净土都可以 第五 等无量三昧变才 那么 那以后你讲经说法也是这样 所以 人活在这个世间 不分在家出家 各位一定要劝别人相信因果 劝别人超越障碍 他现在也很伤心 因为儿子发生了事故 事业变化 感情变化 那你要有变才 来跟他说法 那无量三昧 各种的各种的 这种佛菩萨三昧是代表一种 圆满的身口意 你可以得无量无边的各种 圆满的方法 口才也好 安住在悲心空性的 然后呢 去劝人家 超越动苦 第六 也就是说 念大悲咒 你这一辈子 所有的愿望 都能够满怨 所以才叫大悲心 这个妈妈不可能 不满儿女的愿 只要儿女 讲的是对的 需要的 爸爸妈妈都会想办法 但是如果 你要做的是不善业 我念大悲咒 希望我开个养猪场 希望我去整人 那不行 再来是不自成 你内心信心不够啊 所以 也没办法埋怨 只要你有信心 而且是个善业 最后要有信心 你儿子不吃素 你希望他吃素 你不要烦恼 记住 永远记住这句话 我们要帮助别人之前 你不能有烦恼 你不能用烦恼心来念佛 当然你儿子生病 你很担心 但是 我在念大悲咒 念阿弥陀佛 送经 我就很专心 这样产生一个很好的力量 你更需要这个很好的力量 来帮助对方 所以 你只要很专心认真 念大悲咒 第七 若诸女人 厌见女生 欲成男子生 送此大悲 托罗尼章句 若不 转女生 成男子生者 我誓不成正觉 生少疑心者 必不裹碎也 这个有两个讲法 一个是下辈子 一个是这一辈子 当然如果在正法的时代 那真的有可能 或是你那种圆满的大悲心 只有你自己知道吧 但是至少来世可以转 但是各位你一定要相信 因为我们自己 在这个末法 没有办法看到 相信 因为五卓二世 离佛越来越远 离正法越来越远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 但是大悲众的力量 一定有办法 你不能怀疑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障碍 就像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都在头顶 是我们自己的障碍看不见 并不是阿弥陀佛 没有来加持 第八 若诸众生 清损常住 隐食财物 千佛出世 不通忏悔 各位记住啊 在家出家 你到寺庙 去偷拿 出家人寺庙的东西 这叫华守经说 堕落地狱 千佛都没有办法救你 所以我们受八万载界 第一条 就绝对不能够 侵占 偷盗 常住物 生邪物 所以 如果有人这样做 一千尊佛 出世都没办法 消你业障 众忏一不除灭 就算你忏悔 也消除不了 但是 你想想看 经送大悲神咒 极得除灭 千佛没办法帮你除灭的 大悲神咒可以让你除灭 所以各位 我们还担心什么 我们没有造这么大的恶业 所以要对大悲咒有信心 所以后面 念下来 若清损实用 常住物 财物要对十方师 忏悟要对十方师 燃死除灭 二 惊悚大悲 陀罗尼时 十方师 即来 为作证明 一切罪障 西皆消灭 一切十恶 忤逆 傍人 傍法 破灾 破戒 破塔 坏事 偷生其物 污尽 犯行 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 西皆灭尽 三 唯除一事 宇宙生已热 乃自小罪 清业 亦不得灭 何况重罪 虽不即灭重罪 犹能远坐菩提之音 所以 你念大悲咒 十方佛 都来给你证明 一切罪业 解消灭 在第二 十恶 忤逆 杀父母 这种忤逆罪 毁谤人 毁谤法 破戒 破灾 破塔 把佛塔给消灭了 把寺庙给消灭了 偷藏住物 乃至呢 你强奸了 比穷尼 乌尽犯行 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 西皆灭尽 这个世界没有比这个罪 这里面写的罪 才重的罪了 没有吧 但是 如果你有自诚心 来念诵大悲咒 一切都可消灭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念 你说我又没有犯 也干嘛念 你 你太不慈悲了 这个世界犯戒人多少 所以大悲咒你要想的是 为众生 这个越末法 你越要念大悲咒 因为这个末法 毁坏 活塔 伤害出家人 乃至出家人自己破戒 天天都在发生一样 所以更要念大悲咒 来进化这个世间所有的恶业 但是如果你对大悲咒怀疑 不是光大悲咒 很多人对咒语没信心 很多人对咒语没信心 反而打着所谓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没有错 原始佛教也是佛说的 但是不能对咒语没信心 所以在这一点 当然很多人对大悲咒语有信心 但对藏传佛教在传咒又没信心 怀疑那这样也不行 所以如果你对一切咒 乃至有挑衅的分别 这个我相信 那个我不相信 对你来讲不好 不然的话你念一个小小的罪业 你都没办法灭罪 何况是重罪 但在后面说 虽然不能 你虽然信心不够 但至少你念大悲咒 也种下未来成佛的因 第九 我们念一下 若主人天 宋慈大悲心咒者 不受十五种恶死也 其恶食者 一不令其饥饿困苦死 二不畏家境仗除死 三不畏冤家仇对死 四不畏军政相杀死 五不畏豺狼恶受残害死 六不畏毒蛇原歇所重死 七不畏水火焚飘死 八不畏毒药所重死 九不畏古毒害死 十不畏狂乱思念死 十一不畏山树挨岸对弱死 十二不畏恶人厌寐死 十三不畏邪神恶鬼得辩死 十四不畏恶病缠生死 十五不畏非分自害死 所以各位要以大悲心为所有痛苦的死亡念大悲咒 不能光想自己说 我念大悲咒我就不会饥饿困恶 你一定可以得到 但是大悲咒是为了众生 不管在什么地方念大悲咒 希望这十五种不好的 包括自杀都不要发生 乃至发生的都可以超度他 所以被水淹死的 被火烧死的 被毒药重死的 被放古毒而死的 神经病而死的 乃至现在很多人在自拍自拍 哦 掉下去 报纸天天有 那个地方你要去念 超度他们 以后任何人再去那个地方 也不会掉下去 因为不畏狂乱思念 乃至不畏树癌案 最弱死等等 所以各位要有信心 前面讲了 如果你怀疑这个咒 这个功德 那你来念就没有 你不怀疑 你会全然的把观音菩萨的力量 展现在那个地方 那你当下是不是佛啊 念佛即是佛 持咒即是佛 诵经也是佛 就是要你很信心了解 我讲的是心 相信佛就是佛 四心念佛 四心做佛都可以 你要当下 虽然我们还没有圆满成佛 但是这个信心就可以把佛的力量展现出来 这个比较重要 这样去读诵 咒语 翻过来 十五种善生 我们要边念 边讲发言 来 当愿众生 得十五种善生 我所到之处 皆得善生 因为你在念大悲咒 你走到哪里 要把这个力量带到哪里 念下 颂词大悲神咒者 得十五种善生者 一所生之处常逢善亡 二常生善国 三常之好食 四常逢善友 五身根常得具足 六道心纯熟 七不犯境界 八所有眷属恩义和顺 九资具财食 常得丰足 十恒得他人 恭敬福皆 十一所有财宝 无他解夺 十二意欲所求 皆稀撑岁 十三农天善神 恒常永畏 十四所生之处 见佛闻法 十五所闻正法 勿胜生意 若有颂词 大悲心 陀罗尼者 得如是等 十五种善生也 一切天人 应常颂词 五生写代 天上的神 世间的人 各位多念 因为就可以把 十五种饿死 不管你怎么消除 让所有众生 得到十五种的善生 那我想每一个法门 只要你有信心 你都会觉得很 法气充满 而且相应于 对方 这个环境 这个人事物 需要什么 我这个人生病 你可以为他念 要事咒 你可以 祈求度母加持他 你可以为他念 准提咒 你更可以为他念 大悲咒 只要你有信心 而且 最好你还了解 对方相应于什么 这个人是念度母的 对不对 这个人是准提咒的 这个人是念 阿弥陀佛的 你要更为他念 因为重点 一级一切 讲的是 你的信心 圆满的发心动机 你来念 那每一个佛 显现不一样形象 那佛的功德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我们 请翻到后面 我们中间 麻烦各位自己看 把大悲咒的一些功德 用大家来念 一遍大悲咒 好不好 请翻到 三十五页 各位已经念了几遍了 但是 但是各位以后 比赛 看谁念得最快 好不好 但是希望你的心 就展现悲心 就像飞机飞上来了 随时都在利益众生 大转法轮 所以我常讲这个故事 各位你都听过 有一位老菩萨 我刚出家两年 我们教他们念大悲咒 给他解释 他就背下来 背下来 他快来往生了 他女儿来看他 谁叫他还起来 就那么恨 保证往生的 他不着世间法 我去看他 也是那么恨 这样一直念 念到没有气 因为他对大悲咒的信心 所以 当然各位 各种的方法 来让自己 不离开佛的心 所以我们再念一遍 三十五页 起手观音大悲咒 愿力红身向好身 千倍庄严普护实 千眼光明片观照 真实与众喧密语 无为心内起悲心 树令满足诸需求 永始灭除诸醉业 隆天圣众同慈户 百千三昧顿熏修 受持身世光明床 受持心世神通胀 起酌成老怨济海 超正菩提方便门 我今生世世归一 所愿重心 所愿从今西圆满 所愿重新吸圆满 何谋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知一切法 何谋大悲观世音 愿我找得智慧念 何谋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度一切重 何谋大悲观世音 愿我找得善方便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树成般若传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找得越苦海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树得界定道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找得涅槃山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树会无为社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找同法性生 我若像刀山 刀山自吹者 我若像火汤 火汤自乎节 我若像地狱 地狱自消灭 我若像恶鬼 恶鬼自饱满 我若像修罗 恶心自调福 我若像畜生 自得大智慧 好 祝愿大家经常 给自己有时间 将来念观音菩萨 念大悲咒 念六十大明咒 我想流浪的孤儿 最大的快乐 是回到妈妈的身边 所以当我们 一念观音菩萨 一专心 我们就回到佛陀的怀抱了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是我们的愿 成就功德 趁愿再来 普度众生 更是我们的无尽愿 但是往生极乐世界 不用等到死亡 你的心 很相信 然后 你的念阿弥陀佛 你的心 就跟阿弥陀佛合在一起 就在极乐世界了 就像点灯一样 愿以弥陀佛合为一 当下就如此了 不但你是如此 那 当你做一点小小的 甘露试试 严供 点一只香 那些众生 闻到这个甘露 吃到这个米 那是水里面的鱼 鱼鸟吃到 它也进入了极乐世界了 让它的心 我想就像一个 你很喜欢的人 他送你 一朵莲花 乃至喝一杯水 一颗巧克力 你吃下去 整个就昏倒了 太好了 因为 你感受到 所以佛法 是超越过去 现在未来 当下 很认真 所以刚刚讲说 怀着观音十种心 并不是我们放弃对方 对方正在生病 但是呢 我们 就要 存着观音十心 跟愿力信心 来念大悲咒 最后 回向给他 那这个世界 不管发生什么 再大的问题 超度一个 超度一万个 净化一个地方 净化整个法界 没有分别 因为 佛性是超越 时间空间的 没有分别 所以有人 我说 师父 我堕胎 七八个小孩 忘了几个 我说没有问题 你忏悔 七八十个都可以 所以佛教 并不是你几个 那个问题 因为你的心态 你的悲心 你的关怀 祈求阿弥陀佛 他就进入那个状态 通通超度 所以各位 碰到大车祸 碰到一个大灾难 或你听到 往生了几十个人 五六个人 乃至你想到 很多动物 被杀了 所以 非洲猪瘟 很多地方被杀了 你只要有一个悲心 佛菩萨的 功德力量 是超越数量 一下就进化 就像我们 这么多排位 各位今天 一整天 无尽悲心 祈求观音菩萨的加持 所以 你有佛 诵经 此奏 听闻佛法 他们都得到了 利益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这个信心 观音菩萨的力量 是上 到诸佛净土 下策 六道 这个就是大悲形象 所以 无以包含 绝对没有 在大悲力量以外的 那你有这个 就像 今天灯那么多 问题你只要按一个按钮 全部就亮了 重点是如此 一个小小的手机 可以把世界的讯息 都接过来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手机 把讯息传出去的 世界 所以这个叫大悲心 无量心 那每个人都可以 所以各位 从今以后不要烦恼 你阿弥陀佛 念地藏菩萨 念观音菩萨 你喜欢念什么都可以了 没有高没有低 没有深没有浅 只是你融入在那个状态 但是不要烦恼 不要怕 不要担心 交给阿弥陀佛 交给观音菩萨 事情就会过去 你儿子现在车祸 车祸 那你可以接受 要么他健康起来 要么他现在去极乐世界 不用在人间受苦 还在那边上班赚钱 这样 用这样无染灼心 平等心 念大悲咒 也不是光念给儿子 所有正在医院急救的 要么速速消业这样健康 要么得身净土 平静地为他们念 那个就是佛法的超越 所以医生讲什么 你都可以接受 好起来你也觉得 这是观音菩萨的价值 所以我想 这是很容易的方法 好 最后我们还要做一个功德 这个功德做完 我们回向好不好 来 请把这个水 还是请 我们这家饭店的 总经理 张先生 谢谢他们 在这边可以了 那各位等一下回去 如果我们现场有艺人也拿一瓶水 好不好 我让整个世界充满甘露 我们要念滴水功德 意思是说 把我们一整天的功德 融入在这个水里面 然后这个水呢 等一下会倒到外面 好不好 然后让外面 整个世界 包括百千万劫 累劫累事 的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同享 无量无边 功德 所以这个意思 来 功德 融入 池水 前面是地球 这边是法界 通通都得到 他刚才说 直接到地球 也可以 好 跟我念 来 他就开始到 来 强缘及路柱 强缘及路柱 余水游天降 终必会低促 如此之不失 福之亦恶鬼 犹如满亦流 得便于大海 如此失善果 福之亦恶鬼 翁阿乎 法界有情 新竹各地 累劫冤亲在主 同享功德 同生净土 翁阿乎 好 全部低完 我们总经理经常来办捐血 今天比捐血还重要 所有功德 贿赂给众生 好 那 最后要麻烦 最后法会再麻烦总经理 把这杯水洒在饭店外面 就像你发了 好 谢谢 当然我今天有跟总经理说 我们这场法会完以后 你们这边的客人 车水马龙 他说是吗 我说鬼也会车水马龙 所以呢 两个你都要努力了 一方面赚钱招待客人 二方面普度众生 所以他们非常慈悲 他说会在这边点烟共香 这边天天煮饭 这些排气孔的厨房的味道 化成甘露 只要一煮菜就开始在布施了 所以以后呢 各位就 这边在大做功德了 利益众生了 当然可能问了说 那里面有肉 肉 鬼才喜欢 那时候我们给他念念 欧玛丽北面红 希望转化为慈悲甘露 所以我想各位 你家里的厨房 每天排油盐机 你给他念念辨识咒语 那是给他写个咒语 换字 那是一个字都可以 贴一个咒语 然后你的煮菜啊 你的洗碗的水啊 都要布施 化为甘露 所以佛菩萨可以把不清净 都化为清净 所以我们这个不清净的心 可不可以化为清净啊 我们也可以 当我们念观音菩萨 所以不要放弃自己 不要看不起自己 不要伤心 因为我们的慈悲 佛性都还在的 只要记得念 这样就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 消灾的回向 那各位也可以做一个功德 刚刚下午我才知道 瑟拉切中小学 六七百个人 小孩子 他们要开始喝豆浆 所以他们帮他买了 做豆浆的机器 这个豆浆的机器是 二十万印度钱 二十万印度钱就 不到十万块台币 功德主张 这没有问题 没有啊 大家一起给好一点 当然买一部以后 做得好 会买第二部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豆浆还可以做豆花 还可以做豆腐 还可以做豆干 这下他们藏人就笑了 不然他每天都吃一样的 因为从中小学七百个人 然后到整个瑟拉切佛学院 然后呢到整个很多 印度的寺庙 只要他们愿意的都送给他们 好不好 让他们能够营养 所以不失真实的甘露 用着我们的悲心 所以一个有悲心的人 去送给人家豆花 哇 叫大杯豆花 我真的吃过 各位都常听我讲的 刚出家没多久 有一位菩萨在台北说 师父我带你去吃大杯豆花 谁做什么款 结果有一个老欧 退伍军人 他每天念大杯咒 对 然后就做豆花 结果呢 大家都在排队 他不收钱了 你自己投 往往钱都太多 但是那个豆花一合下去 不一样就不一样 因为他每天念大杯咒 所以后来他往生了 大家非常怀念 为什么 一吃那个大杯咒的豆花 夹齿 所以我后来就跟他们说 我说那个老人家 就是观音菩萨 他视线这样 好吃的豆花 又有大悲心 所以各位 去卖豆花吧 这样也可以成佛啊 还是要卖豆浆 都可以啦 不要嫌弃 所以乃至你在你家门口 每天买20瓶矿泉水 念21遍大杯咒 放在门口 免费供养 因为念21遍了 后来你会觉得 放一个钟头就不见了 人家说 咕噩噩噩噩噩噩噩 你就继续念吧 继续帮助吧 所以这样可不可以帮助众生啊 因为观音菩萨在你家 透过这个水 跟众生结缘 所以再讲一次 不要烦恼 一切随缘 随便他啦 我念我的大悲咒 念我的佛号 好不好啊 就是不要烦恼 随便他 要离婚要结婚 随便 要赚钱要亏钱 随便 因为随缘 那个有因缘在的 即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但是你因缘好了 事情都会变好 修行要有这种无为心 无染灼心 所以要用这样的心态去修行 最好 好 我们请翻到 小载仪轨 法会读众本176页 要放牌位赶快放下去 还有牌位吗 赶快放下去 写完了 这边有一个问题 他说因住处为 租屋的套房 要如何持咒拜佛 没有问题 因为像我们这边 也是暂时的 还不是咒念 任何地方都可以念 越痛苦的地方 越需要念 去帮助对方就好了 因为道场在心中 一切佛法是为了调伏心 转化心的 透过这个心 可以跟佛的力量合为一体 用佛的力量去帮助众生 多好啊 所以各位 有心皆可成佛 有心皆可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 太殊胜了 哪怕你过去杀人放火 破大戒 你现在用这颗心 造成佛 利益众生 所以不要有分别心 就是这样的 认真专心 就这样 保持修行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 严嘉贤 如果您与COVID-19 确诊个案 曾有密切接触 请先留在家中自我隔离 等候卫生单位通知 除非有立即就医需求 请不要离开住所 在家中请单独一人仪式 避免与其他同住者 接触或共用卫浴 请佩戴口罩 和注意手部卫生 并使用稀释后的 漂白水或酒精 清洁经常触摸的物体表面 如果您不是需 居家隔离之密切接触者 请自我健康监测14天 若出现以下症状 请联系119 卫生局或1922 一指示就医或筛检 禁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并请主动告知 可能的接触时 指挥中心关心您 警犬养老院 老赵是一名警犬训练员 也是某派出所的副所长 他前后训练了许多只警犬 然而七八年后 这些曾经为社会贡献付出的警犬 都老了 汪财 好棒了 加油啊 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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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汪财 你不要难过 你年纪大了 能做到这种程度 已经是很优秀了 汪财已经老了 他已经没办法胜任各种任务了 是啊 他的岁数 大概等于我们人类的七十岁了 是到了该养老的时候了 上面刚刚发下了公文 我们这里包括旺财在内的几只警犬 今年都要退休的 退休 退休以后 他们会到哪里去呢 他们可都是战功标柄的优良警犬呢 是啊 这些警犬可都是立过功的 现在老了 却面临无处养老的问题 虽然有部分爱狗的同仁表示 会领养几只 但剩下的那些 该怎么办啊 我们应该 帮这些曾经为社会贡献的警犬 建一个安度晚年的场所才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 我们所里的经费太少了 哪有办法 为他们建造一个养老院呢 养老院 警犬养老院 这主意不错哦 哎 老赵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经费啊 所长 干嘛要动用所里的经费啊 我想自己出钱 来为这些退休的警犬 建一个养老院 啊 老赵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就算你建成了警犬养老院 可是谁能够来照顾这些老警犬啊 我可以照顾他们 为了他们 我愿意辞去现在的工作 啊 为了那些年迈的警犬 老赵 真的自己花钱 建造了一个警犬养老院 并且辞去了工作 一心一意 照顾着那些退休的警犬 小孟 你看 这不是副所长建的警犬养老院吗 是啊 听说这个地方 划掉了他大部分的积蓄 我们去看看 他和那些退休的警犬吧 嗯 好啊 福星 趴下 坐起来 福星 副所长 最近好吗 你这个警犬养老院 可真不错啊 小童 小孟 是你们呢 我现在已经不是副所长了 你们叫我老赵就行了 老赵 这些警犬不是都退休了吗 你怎么还在训练他们呀 难道他们还需要工作吗 不是的 其实这些狗狗 分不清工作和游戏的 对他们来说 工作就是玩 玩就是工作 这些动作 他们都做了一辈子了 他们喜欢做这些事情 这么说 你每天都会花许多时间 来陪他们玩啊 是啊 狗狗和我们人是一样的 如果因为老了 就把他们关起来 仅仅每天喂点东西吃 来维持着生命 他们也会忧郁的 老赵 你对这些警犬啊 简直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这里的狗狗 很多都是我一手带大的 他们也把我当成他们的亲人 我怎么能不好好照顾他们呢 老赵 这些狗狗 为什么会那么听你的话 那么依恋你 这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呢 这其实没什么秘诀 只要你真心对待他们 他们自然会依恋你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 要把警犬当孩子 当他们老了 要把他们当兄长 照顾他们 狗狗不会讲话 所以要每天抚摸观察他们 如果曾经帮他们治过几次病之后 他们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你就是他们的亲人 对 你说得对 你说得我也很认同的 老赵 今天有客人啊 这两位是我的朋友 医生 你今天来的可真早啊 今天不是除了给旺财打针外 还要给所有的狗狗 做一下检查嘛 所以 我就早一点来了 给旺财打针 旺财 他病了吗 是啊 旺财在年前得了肾脏肿瘤 我们都以为他活不到过年了 可是 老赵却没有放弃 他竟然自学医术 让旺财的病情 渐渐好转起来了 我哪里是自学医术啊 如果不是你的帮助 我哪里能救得了旺财啊 我们好久没看到旺财了 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吧 是啊 我还真有点想旺财呢 老赵带着大家 来到了旺财所在的笼子前 为了避免具有领土意识的狗狗们 互相争抢 他为每一只老警犬 都建造了一个单独的隔间 好了 旺财该打针了 医生啊 是不是给狗狗打针 比给人打针还要困难啊 可不是嘛 给狗狗打针 要先将它们固定住 因为它们可不管你打针 是不是为它好 狗狗看见针头后 绝对会咬你一口 没得商量的 哦 旺财应该不会这样做吧 老赵这里的狗 当然不会了 它们实在是太通人性了 老赵 我已经准备好了 旺财 趴下 旺财 打了针 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的 医生 旺财的病情怎么样了 唉 不怎么乐观啊 不只是它 这里其他的几只狗狗的身体状况 也都不是很好 因为它们是警犬 搜救犬 击毒犬 过去嗅变了各种气味 其中也包括很多有毒有害的气味 所以它们的肺部 比其他的狗狗更容易受到感染 这些狗狗真是不简单啊 它们年轻的时候 总是冲在危险的第一线 可是到了老年 却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老赵 多亏了你建造这个养老院 才能够让它们安度晚年啊 对啊 老赵 这些狗狗能遇到你 真是它们的福气啊 不过 你凭自己一个人的能力 能支撑起这个警犬养老院吗 是啊 自从建了这个警犬养老院后 我的经济压力的确很重 不过我想 我有多大能力 就负担多少只狗吧 刚开始的时候 这里有十只警犬 这段时间去世了四只 现在只剩下六只了 暂且我就先照顾好它们吧 老赵 我们回所里 再帮你募些款项 来帮忙这些狗狗 那我就先带这些狗狗 谢谢你们了 嗯 好了 针打完了 这个旺财 可真是什么都知道啊 可不是嘛 他这一阵子 可是打了不少针 现在都明白了 只要一拔下针头 他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在警犬养老院外的树林里 是老赵为退役警犬们 准备的墓地 这里安葬着四只警犬 包括了老赵非常疼爱的凯西 这里就是警犬的墓地 凯西也埋葬在这里 凯西 一路好走 我们会想念你的 这些历过卓越功勋的警犬 对人类绝对忠诚 人类对他们 也应该不离不弃才对 哦 很幸运的 这一群警犬遇到了老赵 老赵也很幸福 在他的人生里 有这么一群通人性的狗狗 陪伴着他啊 听尽万房